那我們接下來介紹就是細胞到個體 其實呢 生物個體可以分成兩種種類型 生物的個體 第一種叫做單細胞生物 第二種叫做多細胞生物 單細胞生物是哪些生物是單細胞生物呢 像是我們剛剛看的影片叫做的草鋁蟲 例如 它那個長條形的草鋁蟲 或者是這個變形蟲 還有像是細長 眼蟲 好 這些叫做單細胞生物 那為什麼它們被稱為叫單細胞生物呢 因為它們的個體只有什麼呢 它們的全身上下就是只有一個細胞 所以它們是由 單一細胞構成的生物 由單一個細胞所構成的生物 所以它們身體其實就比較簡單 沒有很複雜的什麼器官 那些都沒有 它們就是很簡單的一個細胞 相對多細胞來說是比較簡單的類型 所以它們其實 它們全身上下只有一個細胞 那問題是 這個細胞就要扮演很多的工作 比方說這個細胞 一個細胞可以游泳 可以攝食 可以呼吸 可以做很多所有的事情 所以它的 這個細胞的功能比較多 細胞的功能 細胞的功能很多 而且能夠獨立生存 好 那我們之所以會把它提出來 是因為 它跟我們人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人身上有幾個細胞呢 你身上應該有 不只一個細胞 你身上應該有幾道的細胞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回想一下我們人 我們人就是算是多細胞動物 好 多細胞的話 例如像是 呃 那天在那個 你們在酒精上看到那個 有一隻 很大一隻 身上有一個殼 其實那是屬於多細胞生蠔 欸 像是水藻 好 水藻是多細胞生物 好 還有像是 這個人也是多細胞 對 蝸牛也是好 動物 都是多細胞 動物啊 所有的動物 所有的植物 都是多細胞 好 那為什麼我們叫多細胞呢 因為我們身上是有 超過一個細胞所動物 很簡單 所以是 第二個 我們身上有 各 欸 身體有多個細胞所動物 欸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你們 你們在地球上一出現的時候是什麼狀態 我知道 太可 你有想過你最早長怎麼樣 金子跟鸞子嗎 對 其實你是由一個金子跟一個鸞子怎麼樣 結合對不對 欸那結合之後變幾個細胞 變兩個 不對還是一個細胞 好 因為金子跟鸞子結合叫做受精軟 受精軟 受精軟還是一個細胞 可是你就是這個細胞嗎 是 是沒錯 你一開始這個細胞 可是接下來你會進行什麼事情呢 你會細胞開始分裂 齁在媽媽的子宮裡面開始分裂 一直分裂 一直分裂 齁 我們知道在肚子也會越來越大對不對 媽媽肚子不是越來越大嗎 所以要一直分裂嗎 對 因為你的細胞就分裂 所以你越來越大隻 你知道嗎 好 最後呢 最後十個月之後你就變成一個什麼 小嬰兒 小嬰兒對不對 你本來是一團細胞 後來變成一球 後來就越來越大越大 就變成一個人 所以其實我們人的細胞 是會不斷的分裂 齁 但是這種單細胞生物 它一生就是怎麼樣 一生就是一個細胞 你知道嗎 齁 但是我們人是一生會一直分裂 變成很多的細胞齁 而且這些細胞還會做什麼事呢 會開始分工合作 齁齁 有些細胞變成你的頭髮 有些細胞變成什麼 你的皮膚 有些細胞變成你的腳趾頭 有些細胞變成你的腦 你的腎 你的肝 所以 多細胞生物它們的特點 它們會怎樣 會分工合作齁 細胞會分工合作 好 OK 所以是這兩個基本的介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單細胞齁 我比方說草鋁蟲好了 課本之愛第幾也有照片 我看一下 40頁的哪裡 的左上角對不對 有個照片叫做草鋁蟲 草鋁蟲長什麼樣子呢 草鋁蟲系是一個單細胞的動物 它就是一個細胞 為什麼叫草鋁蟲 你知道草鋁什麼是嗎 鞋子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 這個草鞋的意思 所以它長得很像草鞋 鋁就是鞋子 那草鋁蟲它是這樣喔 它身上有很多細細的毛 這毛可以讓它怎麼樣呢 讓它可以游泳 它長這樣子這樣子 這個叫做鮮毛 好 那另外呢 它也有細胞膜 好 所以它是一隻單細胞生物 那它還有什麼東西呢 它還有細胞核 還有細胞核 那這個地方是它的嘴巴 叫口溝 它可以把東西困進去 對 它是一個細胞 但是它 這個鮮毛做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可以幫它感應跟游泳 它如果要轉頭的話 就會往後擺 就可以游泳 它是一個細胞 它抓的東西就會彈回來 好 那它還有一些細胞應該有的構造 比如說 葉包對不對 好 我們細胞裡面有葉包 它有葉包 它也有葉包 好 葉包 在這個 草鋁蟲會叫做伸縮泡 為什麼叫伸縮泡 是這樣子 因為 因為 因為你知道嗎 草鋁蟲它住在水溝裡面 或是田的那個水溝 那有些時候水太多了 它會怎麼樣 欸 我們知道細胞 如果把紅姐姐都要清水 會發什麼事情 膨脹 膨脹 然後怎麼樣 爆掉 那它會膨脹泡掉呢 不會 不會 為什麼它不會破掉 因為它會把多餘的水分怎麼樣 排掉 所以它就是有這個構造 可以幫它把多餘的水分排掉 因為它是一個細胞 就單獨活在野外 所以它必須想辦法適應那個環境 這樣知道嗎 有伸縮泡 那當然也有什麼立腺體 它也有立腺體 它也有立腺體 對它有立腺體 我們細胞質 對不對 細胞質 好 這邊幫你們複習一下細胞的構造 OK 所以這是草女蟲 就是一個細胞 但是一個細胞就是一個生命 那可以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第二個 叫做變形蟲 變形蟲 我前幾天才在一個新聞上面看到一個小男孩 美國一個小男孩 因為它 它喜歡玩迷疤 結果它都沒有穿鞋子 結果一天就可能有傷口 然後那個感染 結果阿迷疤就跑到它的身體裡面 就把它的身體的 什麼腦啊 都破壞掉 這樣就死了 就急救無效 所以變形蟲 其實如果你的身體比較虛弱的時候 你真的會被它吃掉 它叫做阿迷疤 因為它英文叫做阿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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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被叫做阿迷疤 那要怎麼殺死它 好 要怎麼殺死它 你要穿鞋子啊 還有 你喝個水要把它煮熟 要煮 那個 因為很多人 很多女生有得阿迷疤 就是因為它那個 我就剛剛講過說 有人就是 帶銀錢進去游泳 那因為那個銀錢進 帶了進去之後呢 那個水如果不是很乾淨的話 有些時候就會有阿迷疤 那感染 然後 因為那個地方又很溫暖 你會把你的眼角把它吃掉 所以是為什麼不怕 你提眼睛就會被你吃掉 因為你的眼淚沒辦法把它洗掉 那如果水要出火 那如果注射就過濾了 那如果注射就過濾了 過濾以後 過濾以後 過濾以後應該會稍微好一點 可是 就是最好 比較安全就是拿著煮水 煮加熱超多的就有十度 阿迷疤的話就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形狀不規則的東西 你看 那沙龍劑要不要它會吃掉嗎 沙龍劑 你會先把自己注射 你會拿沙龍劑的水去喝 它不會長好 好 所以呢 阿迷疤呢 就是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好 那它怎麼吃東西呢 它是 東西它又吃了 但是把東西包起來 好 好 那它也有細胞核 它也有細胞核 它也有細胞核 我直接畫條線 細胞核 那還有什麼呢 也有細胞核 細胞核它也有 細胞核 它有細胞核 細胞核 有細胞 有細胞核 大概有細胞核 它是這樣子 比方說這邊有一個食物 它會生出它的這個地方把它包起來 所謂的胃竹 假設這是食物 如果這是食物的話 這是食物 它怎麼吃呢 它是這樣子的 它會把生出胃竹把它包起來 所以這邊會這樣凸出來把它包進去 這東西叫做它的胃竹 胃竹 對 它可以隨便 所以它叫變形蟲 然後這樣把它包起來就可以吃進去 好 很像 好像一種卡通人物就是很像皮皮一樣 然後會把它包起來吃進去 對 所以這叫變形蟲 好 阿米巴 還有什麼呢 還有眼蟲 眼蟲比較特別是它還有葉綠體 眼蟲長這樣子 好 眼蟲它也是單細胞的動物 它有兩條鞭毛 一條比較短 一條比較長 就是鞭毛 很像鞭子一樣的毛 欸 我們人類也有一種細胞有變毛 什麼東西 什麼細胞 人類也有 有變毛的細胞 就是那個 精子 精子就有變毛 OK 那它有一個叫眼點 可是這不是眼睛喔 這只是讓它感光很好 它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點點而已 眼點 眼點可以讓它感光 那同學 鞭毛有什麼作用 用來打人嗎 游泳 對 但是用來運動用 運動 運動 運動的時候少 跟那個鞭毛有點像 可以運動 好 那眼蟲它會游泳 它有這個鞭毛會用 可是問題是它也是一種 可以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喔 它身上有很多綠綠的東西 叫做什麼生物 它有葉綠體喔 葉綠體 所以它可以光合作用 又可以游泳 所以它被認為是介於 那個動物跟植物之間的一種生物 就是又會游泳 又會 又可以光合作用 好 那它當然它也有細胞核 它有細胞核 其實就是 那它也有 那個綠線體啊 這些用作構造 好,也有葉包 好,所以這是眼蟲 他們都是屬於單細胞動物 單細胞生物 這邊都算單細胞動物 這樣可以嗎? 那還有一些,剛剛有看到一些藻類 像細藻,細藻也可以光合中 同學,名字裡面只要有個藻的,光合可以怎樣? 光合非常好,藻類 藻類被認為是植物的祖先 因為植物在很古老以前 他們都是水中的小生物所演練而來 所以藻類,綠藻被認為是植物的祖先 所以這是關於單細胞動物的部分